星期晚上到场这些人 肯定不会真心地祝福咱们 但是 我们不稀罕他们的祝福 只要有儿子的祝福 我就很开心了 这样吧 我有个提议 就咱们三个人 咱们在这儿 简简单单的 举行一个属于我们的小仪式 好吧 我看行 妈 您愿意嫁给我爸吗 无论是贫穷 几乎 我愿意 把门说完呢 儿子 用不着了 你这些客套话 我们都经历过 而且也正在经历着呢 老陆 咱们两个分分合合半辈子 直到最后 我才彻底地走入你的内心 我没看错 我庆幸自己 一直坚持到现在 我也非常庆幸 你一直等着我 谢谢你 谢谢你 好吧 咱们现在进行下一个程序 爸 您愿意 我愿意 玉兰 我不是个好父亲 也不是好丈夫 当年你离开我 都是我的错 但我这颗心 一直在跟着你 我在等着你回来 也等到了 也等到了 当年我们结婚那会儿 两个铺盖凑到一块儿 就算完事了 我欠你的太多了 也总想 用第二次婚礼 来弥补这一切 看来 还是弥补不了 但我心里有三个字 一直不好意思说出口 今晚 就补偿给你 金玉兰 我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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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东西 老东西 今天我教你 吃个毁人王 上车油管在哪儿啊 在制动骨后面 谢谢啊 制动骨 这 不论我 想为你 好 我就这么说 太不论了 我没救了 贼心 在做贼心 就不论一切 我不是 你不会 看来 你和这个人 你不论 你只是乱把secure 也不论有 就不会让你 比较拜呀 他人有本事 咱们都说好了嘛 就一起出货呀 你说你老人家德高望重的 怎么会言而无信呢 是不是 那得看你诚意够不够 接个电话 好 龙叔 坐 喂 卫总 您 您知道 我 兄弟 兄弟 我先走一步了 喂喂 等一下 我交代那个事呢 事 事都办不了了 再办我 我命都没了 我才就这么闹 拜拜 拜拜 来 喂 我大哥大哥大哥 你让我打电话 我都打完了 对吧 你 你放了我吧 我推得给你才是喽 你的电话打完了 我的事还没完呢 别别别 我来 你怎么了 我猜啊 他肯定是咬了舌头 还没有吃饭呢 怎么可能会咬到舌头 天生喝汤的命 却总想着吃肉 还能不咬舌头 龙叔 老四 恭喜啊 我来介绍一下 好 这是我老伴 金玉兰 这几位你都认识啊 卫师大物理公司的卫总 卫总的妹妹齐珊珊 张道温 张医生 这是张医生的父亲 龙哥 听说过弟妹了 真是百闻不如一见啊 那人都到齐了 咱们又入座吧 哎 先慢着 金玉兰啊 你太不像话了 我怎么不像话了 你看 有你这么给父母筹为婚礼的吗 当初你想跟齐珊珊结婚 广发起贴 少说就有二十桌吧 怎么到了你爸妈这块 你就一桌啊 你寒酸不寒酸啊 龙叔 山不在高啊 有仙则鸣 水不在深 有龙则鸣 您不是来了吗 您来了就蓬壁生辉了 一个人顶二十桌 一句话顶一万句 不寒酸 行了 别给我戴高帽了啊 我不是给您戴高帽吗 这话要说回来了 我爸爸那些真心朋友 个个都是穿警服的 他们要来了 这饭您还敢吃吗 您还能吃踏实吗 我行得正坐得端 我有什么不敢来的 龙哥 树大招风啊 非常时机 低调为好 好好好 那就听你的啊 要不然别人该说我 玄民夺主了 是不是 咱们都坐吧 上菜 您这边的菜已经探紧 请慢用 谢谢 老四啊 光这么吃吃喝喝的 也不搞个仪式啊 我们老夫老妻的 不搞那些花里胡哨的 你这么做太亏待地没了吧 要不这样吧 要不这样吧 咱们这个在座呢 是我年纪最大 我就斗胆代表大家伙 祝福二位新人 老四 玉妹 当年你们老眼纷飞 如今破镜成圆 这老眼纷飞可不容易啊 来 我就祝福你们 白头偕老 祝你们传家幸福美满 来 谢谢龙哥 谢谢 谢谢 真是可惜啊 靳阳的哥哥过世了 否则 那才叫十全十美的 对了 丁美啊 我那大侄子是怎么过世的 英工殉职 怎么个英工殉职啊 我也很想知道 老四 你应该知道吧 这 说不定当时你还到过现场吧 老四 老四 你看你是不想说 还是不知道啊 龙叔 在这么一个场合说这些 不合适吧 祝福新人追死故人 那有什么不合适的 我儿子是被害死的 是吗 那个坏人抓住没有啊 还没有 怎么能让坏人逍遥法外呢 真是太遗憾了 丁美啊 你是做母亲的 一定是心如刀绞吧 我是心如刀绞 不过我坚信 法网灰灰 疏而不漏 恶人迟早是要遭报应的 刀绞 刀绞 今天什么日子啊 对不起 记住啊 今晚 在你眼里只有我一个 不能有别人 明白了 诶 爹妹 我记得咱们还有过一面之交啊 对不起 我不认识你 怎么会不认识啊 三十年前就在边境 我跟老四因为点小事擦枪走火 有个女警察开了一枪 正好打在我腿上 我记性不好 可我这条腿记性好啊 每封阴雨天就又酸又胀啊 他时刻提醒我 我跟我家老四 那可是生死之交啊 怎么会呢 那个女警察呢 老四 他已经不在人世了 死了 你明知顾问 哦 我大概明白了 不过换个角度来说呢 这也是件好事啊 你看 他要是不死啊 你爸就没法娶你妈了 那这个世界上 也就不会有你了 什么破杯子呀 差点划入我手 哎呀 确实 你找这个饭店确实不怎么着啊 连杯子都会割手 我去趟卫生前 龙叔 是你诚心添堵啊 还是今天你出门没吃药 哦 对了 我是忘了吃药了 要在车上 我去拿 我给你拿去 不要 算了 算了 德国中风的人啊 说话不清不楚的 坐在这里找人烦啊 我去拿吧 老四 没事吧 我也 我也得不舒服 这可怎么办呢 可千万别把婚礼搬成了葬礼啊 放心 我扛得住 你扛得住 我扛不住 你说什么 我清楚 死的是金阳 活的是陆海 来 药我拿来了 谁 服务员 药的水呢 服务员 这个饭店可真不怎么着啊 服务不好 饭菜的味道也一般 洛杨啊 要不然 你到厨房去一趟 弄两个拿手好菜 给大伙儿尝一尝 容叔 今天我也是客人吧 别在我面前摆谱 你不就是个厨子吗 打人不打脸 别得寸进尺啊 哥 龙叔叫你下厨 你就去 伟儿啊 大丈夫能深能屈 你还不如个女人 问题是 这菜上来了 您敢吃吗 她还敢在菜上下毒 有什么不敢吃的 下毒的事我从来不敢 行了 就算你不下毒 在菜上吐口吐嘛 也够恶心的了 你爸怎么还不回来呢 还真是啊 去这么长时间了 不会出什么事吧 没事 您放心吧 我去看看 我去吧 大伙儿啊 你是医生 你过去笑笑 好 老陆 老陆 怎么了这是 老陆 醒醒 老陆 来 起来 别动了 别动了 快来 别动了 老陆 放 放 老陆 怎么回事 都怪我 好当当地办什么酒席啊 老四 这边边啊 不要太着急了啊 别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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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настоящ 不这带着急了啊 这事是 确实脑筹换掌 慢点 走 走 走 这么 stew 这块离我的医院退计 我跟哥走了 这块离我的医院退计 忙着你啊 没事 妈 走了 咱们快去跟他走 阿姨 我跟你们一块儿过去 不用 求您了 我和我哥都很担心 我说不用就不用 怎么又来那道旧的车啊 到底怎么回事 先别热情 我下机问问 哎 护士 你好 问一下 你们是来接病人的 没错 听说是一个老流患者 对对对 那人是我爸 您是金先生 是我 我爸刚才已经被另一辆救护车给救走了 怎么可能 怎么不可能啊 这我们亲眼看见的 我们都是让规定时间内赶到的 而且也不可能常会派车的 不是 你们是999的还是120的 120啊 主持人 好 谢谢啊 来 走吧 赶紧追去 你怎么拦呢 太难伺候了 他要不是金阳的妈 我都连笑脸都拦得给他 什么声音 好像有动静 你怎么在我车里啊 你不说你专业的吗 怎么又失手了 你还能干点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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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叔 怎么回事 魏总啊 不是我不专业 是那家伙他太专业了 他遇到刘震了 对对 就 就那孙子 他 他把我腿都残舌了 他都疼死我了 对 他让我 给你一句话 快说 你好 护士 刚才有没有送过来一个急诊的病人 没有 是一个脑瘤患者 确实没有 那张医生呢 张道文医生你认识吗 张医生他昨天已经辞职了 辞职了 为什么 我们家老陆明明是被救护车接来 说是送到你们这家医院 怎么说没就没了呢 可是今晚确实没有救护车送人过来呀 怎么看 喂 盛杉 我爸不见了 静阳 有个不好的消息 我爸是不是出事了 你快说呀 你快说老陆怎么样 阿姨 您还是让静阳接电话吧 我是他妈 有什么事不能让我知道 你快说 陆叔叔被人绑架了 那人留下话 他说 他说什么 原话是暂时借老陆一用 敢报警的话就等着收尸吧 喂 怎么说的呀的 妈 妈 快 护士 妈 妈 怎么了你 你 钱都收到了吗 收到了 那许就演到这儿吧 人就交给你了 放心 当时陆续长被抬上了一辆救护车 张道文也上了车 然后连人带车就消失了 而就在昨天 张道文从医院辞了职 我们据此推断 第一 张道文有重大作案嫌疑 而幕后支舍很有可能 就是这个张建龙 第二 他们不是临时起义 而是早有预谋 所以你们务必记住这两张脸 现在我们要全面出击 对张建龙的住所进行搜查 排查事案交通工具 监控藏途窝点 陆队长 大家都很熟悉 他是我们基督战先生的楷模 为保一方净土 他从今几十年 牺牲了家庭 牺牲了幸福 牺牲了健康 无私妄无 鞠躬尽摧 我们绝不能让这样一位英雄 遭受到毒贩子的折磨和残害 我们要还给他一个幸福的晚年 所以我命令你们 不许一切代价展开营救 要悄悄地进行 避免打草惊蛇 务必把他的生命安全放在首位 开始行动 是 是 老四 陆老四 陆老四 陆安明 终于到宿了 陆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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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的 婚宴这么大的事 为什么不跟局里汇报 丁局 我爸说这事 和您已经汇报过了 而且特别强调 夏季跟我都不能管这事 这个老陆啊 我让他别扯能 他 老陆 老陆 妈 妈 玉兰是我 老丁啊 丁局你来了 老陆呢 你放心 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地 营救老陆 不行 我现在要回家 妈 您听我说 您好好休息 明天一早我送您回家 好不好 不行 我现在就要回去 万一是谁搞什么恶作剧 老陆回到家里 如果看不到我 他该有多着急啊 妈 您听我说啊 这不是恶作剧 老陆确实被人绑架了 但是您放心 邪不压正 这不丁局也在这儿吗 我们一定能把老陆救回来 刚才大夫也说了 您这血压高的吓人 必须得留院观察 您别让我担心好不好 瑶瑶你不要担心我了 你去担心担心你爸爸 他都病成那个样子 还被绑架了 万一他有个三长两短 那可怎么办呢 妈 您放心吧 不是还有我的吗 是不是 来 您先躺下 我给您倒点水啊 我给您担心 我把你担心 我给您担心 我再担心 我们担心 你怎么说不定气 亲爱的友谊 您拨的电话号吗 再见 老妹啊 我说你有事没事的 你弄整什么婚礼啊 我说了你也不听 本来以为陆安明可以助担一臂之力 扳倒龙叔 咱们就可以把货出了 可现在呢啥也没有了 龙叔绑架了陆安明 肯定再也不会露面了 我们再也没有机会拿到那份下架名单 还出什么货呀 你说那个女保镖跑了没有 我希望她动作没那么快 那咱把她绑了拿她当人质啊 在龙叔眼里 她跟咱们是一样的 都是一条狗 龙叔会在乎一条狗的死活吗 那你说怎么处理 骗过我的人 只有死路一条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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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的没错 肯定是没人哪 这丫头惊着呢 你说龙叔跑了 她还在这儿等着咱们 那不找死呢 什么呀 对不起 我受之有愧 有愧 跟你忏悔呢 在我眼里 这不是忏悔 只是嘲讽 把你拼了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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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我爸被绑架了 绑架 什么时候的事情 就在今天晚上 我爸妈的婚礼上 你听我跟你说啊 魏元和齐珊珊 都认为你是张建龙的人 现在张建龙已经逃之夭夭了 他们一定会对你下毒手 你千万要小心知道吗 没想到张建龙会孤注一掷 本来啊 咱们都约好了 我们一起期待胜利 可是真没想到 这张建龙太毒了 咱分析一下 之前张建龙 逼着你爸去做手术 突然又实施绑架 有没有可能 他顾忌重施 想利用你爸 换出那批毒品 照你这么说 这件事还有回旋的余点 只可惜 我已经撤出来了 不行 我得重新检除回去 绝对不行啊 你听我说 你千万不能在齐珊珊面前出现 可是 可是什么可是 我担心你啊 你担心我什么 我担心你顾群作战 你彻底退出 对我就是最大的帮助 傻丫头 原归为什么能化圆 因为脚在走 心不变 行 我做你的影子 我让他们看不见我 我保护你 走啊 老四啊 走啊 老四啊 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吗 没兴趣知道 那你知道你自己 为什么会在这儿吗 也没兴趣知道 我要让你知道 老四只能是老四 龙哥 永远都是龙哥 妈 您这血压好不容易降低 赶紧歇着吧 我没事 我去做饭 刚才在外边咱们不是刚吃过吗 咱们俩是吃过了 可你爸还没吃呢 万一他突然回来呢 别管我了啊 我去做饭 你爸这段时间胃不舒服 每天的早餐 就喝一碗粥 外加一盘青菜和一个水煮蛋 有一次我就问他 我说倦了头 你这辈子也没想过什么福 你都涂什么呀 你猜他怎么说 他说我涂的是胜利 我又问他了 胜利对你就这么重要吗 他说 胜利对我不重要 但是对这个世界很重要 突然间我就理解他了 可是 都怪我 带着你弟弟 非要让他做歌星 结果 他跳楼了 你爸本来身体就不好 我还非逼着他复婚 结果 又给人绑了 要是没有这场婚礼 也就不会出这个事了 我就是个扫把心 谁沾我谁倒霉 妈 您别这么说 要怪就怪我吧 是我没照顾好我爸 还有我弟弟 你爸回来了 你爸 阿姨您好 你们找谁 您是金阿姨吧 我们是丁机长派馆 谢谢啊 来快请进吧 丁机长让你们来干吗呢 全天后的保护您的安全 我不需要了 赶紧去救老陆 妈 可不能大意啊 那些坏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我不怕 他们来了我就跟他们拼 行了 别说气话了 来 澳水同志 快请坐 我给你们倒点水啊 行了 别动 别动 来 下游了 来 再吃一口 来 来 吃一口 来 行 真没胃口 没胃口 行 那我就给你来点开胃小菜 知道这是什么吗 秦阳的DNA鉴定报告拂印件 原件 我已经送给外儿齐珊珊了 真相大白了 秦阳死了 陆海在假扮他 谁信你啊 你可以不信我 但你得相信科学 齐珊珊为原 信任你吗 他们凭什么不信 要是他们相信你 对我下手的 就应该是他们 还不是你 他们根本就不相信你 你呀 整个世上 只有你信你自己 你活得太失败了 昨天我去龙叔家 人已经跑得没影了 给他打手机 号也是空号 那个女奸细也跑了 什么 怎么让他跑了 摁住他呀 说不定能问出我爸的下落呢 我和我哥也想摁住他 但晚了一步 我在琢磨啊 说这龙叔 他为什么绑架我爸呀 这还用问吗 三十年前就因为你爸 他输得山穷水尽 这回好容易逮着个机会 还不得报仇雪恨 龙叔特意说了 要是我们报警的话 他就撕票 可是他如果是为了报仇 他留活可干什么 你不懂 这老棺材是个老变探 他就想慢慢地玩死你们 假如 他是想用我爸换回那批货呢 有这种可能吗 我说的是假如啊 你们愿意拿出那批货吗 这个就得商量商量 真幽静啊 幽静吗 空气真好 我特意给你选这么个好地方 能不好吗 行了 别走了 就到那儿去尿 去 慢点走 你不扶着我了 扶什么扶这么近两步 还用扶吗 自己尿尿去 突然没感觉了 怎么转移了 空气太好了 突然转移了 波罗老四 你是不是在耍我呀你啊 是又是在押 嫌我烦 帮我走啊 我怎么舍得呀 我还得陪你尿尿 我上辈子欠你的啊 琢磨什么呢 动歪脑筋想跑是不是啊 我可警告你啊 你逃不出我的五指山 瞧见了吧 回来吧 别弄歪脑筋了 来 不尿胳膊走 不尿了 不尿了哥往回走 走 瞎瞎瞎瞎什么呀 走吧 你啊 就趁早给我死了 那份逃跑的心 妹夫啊 我也没别的意思 你不知道 这老家伙啊 他是贪得不厌 我怕到时候 他是货也要人也要 我愿意 你真舍得 我早晚都要嫁给你 你爸就是我爸 只要能救出他 无论金山还是银山 我都舍得 要它 цеito 就行了 我的猴子 魔女她 你自己 meus to 嘴 我掩 oleh них 好 大胆 整大嘴 慢慢喝啊 别呛着 干什么呀 没说两口怎么就吐出来了 越来越来伺候了 是不是有一种 度日如年的感觉啊 熬不下去的话 就把我杀了 动歪脑筋一心求死是不是啊 老四啊 胜败已定 你呢 就认输吧啊 起码在精神层面上 我已经把你打得落花流水了 你能赢得了我 你赢得了时间嘛 什么时间啊 肿瘤长在我脑子里 越长越大 很快就会出现意识障碍 知道什么叫意识障碍吗 你说说看 时间一到 我就会忘记一切 忘记所有的人 包括你 也包括我自己 我正盼望这一天哪 无知无觉 没有怨恨 没有愤怒 没有痛苦 我不准许 你必须给我好好活着 龙哥 你不是神仙 你也没有你想象的那么强大 你改变不了什么 也打败不了谁 你唯一能改变的 只有你自己 你唯一能打败的 也只有你自己 恶毒 狂妄 陆岸明啊 我呢 告诉你啊 我这辈子唯一想改变 想打败的 只有你陆岸明 我说到做到 好 我看你 小伙 你怎么走到这儿来了 爸 这儿安全 脱光了都一样 再安全的地方也不能久留啊 我明白了 我最多带两天 给陆岸明带的药物呢 在更衣室的储物柜里 全是进口药 你准备好了啊 等风声一过 咱们就偷偷到国外 爸 您真准意把陆岸明带出去啊 不然呢 让他自生自灭啊 反正他也活不了太长时间了 您可别忘了 他可是您的仇人 他不但是我的仇人 更是我一生的恶魔 所以啊 我不能虎逗蛇尾 我要把它变成 我一生的乐趣 我是有故事的人 人生的滋味 我没你懂 我自己看 我好好 Huh 然后那anders davCar 白谷 dated 你 心有 然后手 遇到我 眶 我孤单的窗帘 等待风而荡起秋千 冷风轻覆我的脸 倾听我内心的世界 人生起伏的情节 犹如大自然在转变 无法预测的风雪 如于挫折时的激烈 在我遇到暴风雨 期待着温柔的声音 除了安慰与孤立 我需要的还有倾听 抹开内心的顾虑 我需要无限的勇气 谁能懂得我情绪 感受我内心的门迹 爱我的人别担心 原谅我偶尔发脾气 时间万物皆有益 我会努力做好自己 爱我的人请相信 其实我都懂得珍惜 只希望你的鼓励 带给我适当的温馨 晴朗天空的白云 需要阳光照射放映 黄风暴雨的降临 需要散来这风荡雨 灿烂人生的经历 需要真心体会心情 爱我的人别介意 我需要是将心的心 我需要是将心的心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